那然后呢 他们俩可以叫一个名字叫卡腰肌 来看一下腰大肌是其十二胸嘴 是十二胸嘴 腰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的椎体侧面和横秃 卡肌呢 起至卡窝 共同主义骨骨小肠子 腰大肌最主要的功能呢 是他一收缩 可以使人做一个趋宽的一个动作 这是他的功能作用 来看一下 当腰大肌出现了损伤之后 当腰大肌出现了损伤之后 咱们来看看 他会有什么临床表现 直播间所有的同学 我不管你进一步学一步学义咱们的课程 你一定要指引现在听这个问题 现在大家没有购买的也不要去购买了 听课听课 才是最主要的 既然说你进入到了我的直播间 我就要对你负责 能让你能听懂能学会能用好 能听懂吗 现在大家不要再讨论购买课程的事了 学老师的网课 给很多患者解决了许多问题 大家都离干净 太棒了 王志高老师 所有人现在不要讨论购买课程的事了 即听课 你就是不学习 咱们能认识缘分的问题 我要让你把这个听懂了 让你呢 能更好地来 更好地来 学习咱们这个技术 好吧 来看一下这个 做起胃疼痛 第一个 做起胃疼痛 什么要做起胃疼痛呢 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 腰疼腿疼的人来了之后呢 他坐在那之后 他不敢起 他做起胃的时候呢 他会被动拉长腰大肌 被动拉长腰大肌 大家在听 我跟大家接下来 我先讲的时候呢 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在家碰到的疼痛类的问题 牵拉痛多 还是收缩痛多呢 把你的答案打出来 就是你在家碰到的 颈尖油腿疼痛 收缩痛多 还是牵拉痛多 可以把你的答案 打在屏幕下方 收缩痛多 还是牵拉痛多 哎呀 牵拉痛 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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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牵拉 牵拉 余中百合老师牵拉 郑小老师牵拉 哎呀 这不 这不 大家都非常棒啊 直播间的同学们 都非常棒 非常棒啊 在连床上 最常见到的疼痛 都是牵拉痛 比方说 富贵包 是后面疼 腰疼 是后面疼 肩胛乎疼疼 也是后面疼 但其实它是不是 圆界所导致的 头天岸所导致的呀 牵拉痛 牵拉痛 在连床上 碰到的大多数 都是牵拉痛啊 做起胃 是不是牵拉痛 也是牵拉痛 当你做起胃的时候 腰大肌是被动拉长的啊 被动拉长的 很多人 非得扶着东西才能起来 很多人呢 很多人呢 他扶着东西才起不来 你还得架着他那行 那都是腰大肌的问题 做起胃疼疼 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啊 现在我讲的是腰部的问题 你能把腰大肌听懂了之后 你可以解决在连床上 80%到90%的一些 腰疼腿疼的人 这十条连床表现 不只是告诉你 腰大肌有损伤 还会告诉你 腰大肌有两条 它具体是哪一条有损伤 仔细听啊 很多人辩不好这个症 把该处理的 没处理 不该处理的 处理了 第二天 假中了 坐起胃疼疼 就坐在那之后 往上一起的时候 有不舒服 哪边疼 哪边腰大肌有问题 第二个 咳嗽腐压真高疼疼 腰大肌四重 小腹部通过 小腹部通过 那么呢 当你 一咳嗽的时候 腹牙一真高 你会更加 它更 更加大力度 去刺激 腰大肌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导致 它出现有什么 出现有 疼痛加重 咳嗽腹牙真高疼痛 它会加大力度 去刺激腰大肌 刺激腰大肌啊 要知道哪边疼 就是哪边腰大肌有问题 嗯 翻身疼痛 翻身疼痛 大家知道 你想象一下 你在翻身的时候 翻身的时候 你要不要提胯 要不要提胯 就是你先 先要抬腿吧 提胯抬腿 只要你翻身 你就提胯 一提胯 哪边疼 就是 哪边 腰大肌有问题 就是你现在往哪边翻 哪边要提胯 哪边腰大肌 就是有问题的 那边腰大肌 又有问题的啊 我们学习过 刘老师 现在和跟老师 都出的跟好兄弟一样 一辈子的家人关系 我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会 学习了咱们这个课 咱们这个课程之后呢 会享有 终身辅导 后半生的健康守护神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是不是 来看啊 有身寨的扣鸡痛 趴在床上 低的内侧的 低的内侧是 腰大肌的问题 来看我啊 看我 看我 当这个人 趴在床上的时候 趴在床上的时候 你看他趴在床上吧 你就是用你的眼光来看啊 这个人现在 趴在床上了 在腰部这儿 一边低 一边高 低的内侧 就是腰大肌的问题 因为腰大肌是从小腹部通过 复着于小软子 他是往 当他变短了之后 他会往前拉腰椎 往前拉腰椎 所以说这个人 趴在床上的时候呢 在腰部 一边高 一边低的 低的内侧 就是腰大肌的问题 低的内侧 就是腰大肌的问题啊 好再来看 不能凭我睡觉 不能凭我睡觉 当你的腰大肌 变短软硕的时候 他拉不动腰椎 他就会把你的鼓鼓往前拉 看这里啊 看这条腿啊 看这条腿 看这条腿 这条腿 这条腿啊 能看清吗 看这条腿啊 大家来看 看看看看 我把它拉着 看这个啊 腰大肌是从腰椎 穿过小腹部 跨腹部的 当腰大肌是软硕变短的时候 他会使你的鼓鼓 鼓鼓往前拉 当你两条腿都成为 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这个人本身就站不直的状态下 你能平躺睡觉吗 肯定是不行的啊 你平躺睡觉 平躺睡觉的时候 你这个腿 有的人会拳你腿来 会舒服一点点 是因为放松了腰大肌了 如果说你把腿往下放平的话 你是被动拉长腰大肌 所以说凡似晚上不能平躺睡觉的人 腰大肌都是紧张的 都是紧张的啊 声力曲度变直 当你长时间的这个人 是站不直状态的时候 你的腰椎的曲度一定是变直的 反攻的 和花拖的 有结肠炎 阳尾早泻的表现 这个就不用说了啊 因为它是在 它就是从这个 从这个小鼓通过 导致结肠炎太正常了 阳尾早泻呢 就是腰部的神经 比方说生肢骨神经啊 骨神经啊 骨外脚皮神经啊 这些都是从腰椎钻下来的 那么腰大肌 它就是附着于十二兄弟 112131415的 它都可以引起这方面的问题 走路提胯抬腿受限 身体不能护痒 当你身体护痒的时候 腰大肌也是在 被动拉长 身体不能护痒的时候 就像这个身体 竟然来了这个说腰疼 不能往后痒 你往后痒的时候呢 一定是拉长腰大肌的 拉长腰大肌的啊 那么怎么来变成 到底是哪一侧 腰大肌有损伤啊 你往右后 测试左侧腰大肌 往左后 测试右侧腰大肌 你看他俩谁疼 那就是谁短呗 谁疼 就是谁 谁有问题 谁有问题啊 以上给大家讲了 讲了一下 这十条的临床表现 听懂的同学 扣一个1 听懂的同学 扣一个1 我知道大家都听懂了之后 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 腰大肌 腰大肌 处理点位 应该在哪 听懂了吗 老师 我跟腾腾怎么操作 不要讨论别的啊 大家学习就 讲到哪 你听到哪 学到哪 好不好 我跟你讲了这么多的理论 就是想要告诉你 想要告诉你 这个疾病是怎么产生的 然后呢 你处理这个点 为什么能好 只有这样的话 你才会有思路 你一定不要说 哎呀老师 我学习别的技术 他让我直接点一点 点一点后吸 他这个腰疼就好了 一点点后吸 你的腰椎的曲度 变直了 反攻了 他就能好了吗 你的腰大肌 乱缩了 你动这个点